挖土机赶在康瑞台风来临之前 赶紧将日前因台北台风所冲毁的路面做填土 防止路机继续滑路到山谷 不过武风向代表会表示 逐一二线全线五出路面 就算进行道路抢修 只要一遇到大量的雨势 仍然会受到土石流的崩坏 代表会主席来到现场指出致灾关键 大家可以看得到 前面的这一个道路侵蚀到 已经到民众的这个民宅 把这个民宅啊 它所有屋檐下整个都冲刷掉 再加上这一个你看看 这个大的石头下来了之后 冲石堵住了这一个航管 大水淹得上来 以至于这个道路 整个路面都已经被淹盖 现在天气属于那种极端气候啊 据说其实要突然一瞬间 下了300米的一个小时 那其实再怎么强的 自然变国它还是会弹 我觉得这是没办法 因为这是属于自然天候的因素的关系 新竹公务段副段则表示 武丰乡有五处一崩落的环境 因气候极端变化的缘故 就算是进行修复也无法保证耐得住土石流的冲击 道路逢雨路段 武丰乡桃桃山部落居民忍无可忍 要求政府必须想想办法 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向公所做建设课的部分 所以每次抢修的部分 这个经费都超过一亿以上 那如果是说捷弯取值的工程大概要花多少 大概五亿左右吧 五六亿左右 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是把这个做起来会更好 花十年的时间每天的一亿 每天都在每年都在垮 不如做那一座桥会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最好 最好能够捷弯取值在这个道路上 因为这个我们是抓住比较重点的地方 来做这个捷弯取值的那个桥的话 这大约在那五亿的经费是可以 可以来考虑 吴邦强代表会表示 每年光是道路抢通的工程 就要花上一亿元以上的经费 防止交通中断的五座大桥工程费 粗估要花上五亿元 市泉机关新竹县府公务处表示 由于必须要与环保署 共同先解决环平的问题 才能够得以进行捷弯取值的工程规划 但何时可以解决环平的问题 目前没有时间表 这也代表居民何时才能够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也没有时间表 记者巴鲁阿利夫新竹午风采访报道